美美生活日常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美生活日常 今天我要来介绍我家的夏井 夏井就是在这边 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的 这些都是夏井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夏井呢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有一天我就发现在某个盆子里 就长出了很多夏井的小苗 我就等这小苗大一点的时候 就把它分别移植到这个宝特瓶 或是那个环保疫苗袋里面 让它慢慢长 有一些我是种在这种牛奶罐 我把牛奶罐挖洞 里面放一些土 再把比较大颗的夏井把它种进去 渐渐的 这些夏井有的都已经开花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粉红色的夏井 再往上看一点 哇 有深紫色的夏井 我们再随着镜头看过来 这个就有比较桃桃桃色的那个夏井 也是算是偏紫色啦 夏井在夏天来说也是比较好种的植物 如果圆子里种满了夏井 当它开花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是非常的漂亮 现在已经陆续在开花了 我们就希望下一次花会越来越多 那顺便带大家看另外一边 我也是有种了一些夏井 我们随着镜头看过来 这边 这边也是有一些夏井 这个夏井也种了好几个月了 这个是在花市买的 这边也是还有一些 我们再看过来 这边也是有夏井 这边也是有一些夏井 所以今年夏天我是算种了蛮多的夏井 其实现在去花市也都还是买得到夏井 算是很便宜 有时候六颗才一百 买个一百块就是满满的夏井了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牛奶罐来种夏井也是很漂亮 这样摆也是算整整齐齐的 也是蛮好看的 大家也可以家里如果有不要用的牛奶罐 也可以来把它打动 来种一些花花草草也是很漂亮 好了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我家的夏井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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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